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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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米啊 对 因为小米最少来说咱们是一般当主食用 对 很少放在热菜里去用 而且除了小米做小米粥以外 可能有的时候会放在汤里面 对 所以说我们就基本上会把这个放在一起 就是拌菜 拌饭 拌菜拌饭 就省了你回去再蒸盆米饭再炒菜 这两次就合在一起了 哦 康哥 没准今天过后以后你就爱上香车了 对 试试吧 好吧 这个可能性虽然不大 但是我们还是要尝试 勇于尝试挑战各种不同的美食 来 我们开动起来 好 今天呢这个东西很简单啊 就是我们有些小米 我们把这个小米蒸熟的 嗯 就可以 那个 今天呢这个东西呢没有什么可加工的 为什么 都是非常简单东西 嗯 鸡蛋呢也不用打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把这个鸡蛋整个去炒 炒完了以后会蛋黄跟蛋白分开 这给它增加一下颜色 明白 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把小米放在鸡蛋里头再去炒 最后加一点那个剁椒 嗯 拆一下色就OK了 明白了 好吧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可以 好吧 边做的时候其实赵师傅 嗯 介于这个鸡的问题啊 和电解很多困难的问题 其实用哪些东西是吃完 比较不会被吸收 不会变成脂肪啊 或者是这个 油脂东西都会吸收 都会吸收 但是少油 对 少油 但是呢油脂东西 它必须还要有一些 那个蛋白质东西去合在一起 因为它的那个吸收率会更快 就是看你放多少 没 现在就是要不吸收 不可能不吸收 你不吸收 其实对身体没有好处 哦 而且你看我们的脑 脑大脑里头 比方说我们增加脑 其实脑里也有很多油脂 嗯 但是你缺乏油脂的时候 就是你脑子四倍 就是所谓脑子不够用 对 我们现在下点油 把这个锅烧热 这个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热过 嗯 反正我们需要倒在这凉油 因为到时候把鸡蛋炒 它不会拔过 明白了 好 要加了油 这个油呢 是206年盛州推出的 油脂食品 白金油选食用油和食物搭配在一起 进行破热呢 可以优化膳食脂肪酸的比例 赶紧下鸡蛋 下鸡蛋 所以鸡蛋是不用搅和过的 对 不用搅和过的 哦 所以这有点像金荷包蛋 对 我们先把这鸡蛋 给它蛋白身熟 分开 不用分开 不用分开 对 还用把它翻面吗 不用不用不用 就在蛋白定型的时候 嗯 我们可以把蛋清炒破 哦 这蛋清是变成黄 红色的了 嗯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鸡蛋 对 其实人正常一天吃两个鸡蛋是很有必要的 嗯 但是好像是不能吃蛋黄 对吧 对 对 蛋黄胆固醇比较高 嗯 完了后呢 看看你的那个摄入方法是到底是能不能吸收多少 嗯 反正运动健身我看他们都是吃白水煮蛋 对 嗯 好 这时候鸡蛋差不多了 嗯 我们放入小米 小米 炒肉 这可算是小米那种新的吃法了 对 看着好香 而且真的是金玉满堂的感觉 对 而且你炒完了后 你看现在这蛋黄颜色 小米颜色跟蛋白身混在一起 而且这道菜就完全就不用再吃主食了 对 而且这个东西呢 我们炒的时候不要太大火 为什么 开大火小米会往外 崩 会借在一起 哦 你要回去试试 不要不要不要 这个我相信你的经验 把小米慢慢炒 给它炒热了 炒热了以后呢 它这个蛋香味也会进入这个小米里头 哦 所以就叫米中有蛋 蛋中有米 对 你中有我中有你 你浓我浓 情深亦浓 唐皮 爱谁能 爱无能我看你这样 我给你我爱咸能 我看到你我爱无能 这个是什么 这是 剁椒 我们发现剁椒 这个加进去是让我蛮意外的 对 对不对 因为剁椒加进去 会特别辣 不会不会 它又趁点颜色出来 你纯粹只是为了颜色吗 为了样子 不是 因为剁椒它有辣味 一点点辣味 而且剁椒有咸的味 哦 我们稍微加点盐 剁椒以外的 嗯 加辣椒 这个是真的 可以一点点 所以它就是所谓的 拌菜拌饭 鸡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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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鸡精不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粉是粉 鸡精它是两个 有两个不同的区别 嗯 所以鸡粉是比较健康的吗 呃 我不是 我个人喜欢用鸡粉 因为鸡精的话 它基本做汤什么 比较好 哦 但是鸡粉它会炒菜 炒菜 对对对对 它的味道也不一样 嗯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把香醇放进 哎呀 主角来了 哎 其实本来这道菜 汤哥是可以吃的 如果你不放 这时候放香醇以后呢 我们就把火关了 嗯 为什么 因为这时间炒炒 它又会塌 所以你是用余温 对 余温让它 让它变现色 而且进行味就可以了 但这样的话 就没有什么味道 基本上这菜OK了 嗯 啊 这这转瞬之间 我们还聊着健康 还说着这个 加剁椒的事情 这个已经 半菜半饭 已经做好了 对 这个叫香醇小米饭 还是什么 香醇小米炒鸡蛋 哦 香醇小米炒鸡蛋 那为什么不把剁椒放进去呢 剁椒香醇小米炒鸡蛋 它只是一个配合 好 基本上OK了 我们在单中能找的颜色 有绿色 红色 白色 白色 黄色 对不对 黄色分两种 一个是鸡蛋的黄色 一个是深黄 所以我忘了这个小米是煮好还是蒸 蒸 小米是蒸 对 刚才天生说了 水管还多 太多了 黏它会重了一头一头的 是的 它这个很难把握 嗯 不是 它现在香醇的味道也新出来了 涛哥已经快不行了 对 因为碰到热以后 这个香醇的那个香味啊 太香了 那可以这样吗 就是如果涛哥吃这道菜的话 就把香醇去掉 其实也很好吃 对 假如你不喜欢这道菜 你可以直接去掉 但没关系 我觉得美食是一定要勇于去尝试 分享 就是把它分给你来享用 好的 以后涛哥不吃什么 我做什么 来 谢谢 我们来尝试一下 哇 这个香醇的味道真的很浓 你知道吗 而且它又浓又猛 我还是要勇于尝试一下 没有尝试而已 怎么没有呢 我可以闻到它细微的味道 你不要闻 你不要 我现在是 乎伦 乎伦吞蛋的这种感觉 真话哦 它有一个地方非常好吃 小米参加鸡蛋里的那种感觉 很香 因为鸡蛋是 这个鸡蛋是很绵软的 对 小米的那个香味和嚼下去的那种 跟鸡蛋完全不同的那种感觉 很棒 真的 因为它那个小米蒸的也是很硬的那种 你看我下快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犹豫过 以前就是哎呀好吃 现在是 现在应该是这样 要避开它 只要避开它 这块 还是有香春 还是有香春 OK啊 OK啊 这点香春要它命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真的要是没有这根香春不知道多好吃 主菜在这个健身的这个排行当中 Number one 鸡蛋鱼也是 Number two Number two 2加1加起来你就想想看 吃完以后呢身体很好 嗯 其实饮食是有男女之分的 有一些食物呢就男生多吃 有一些食物就女生多吃 嗯 像含什么胶原蛋白比较多的那种食物啊 嗯 水果蔬菜类啊 嗯 女生都很爱吃 嗯 我觉得我刚看的这应该是我在 呃最近很多期节目当中 呃烧制最快的一道菜